到場大批路人還在店外圍觀 快打部隊迅速衝進酒店內 兩名九歲男子還在大呼小叫 全是一位他們兩人喝完酒 無故對路人叫囂 引爆衝突 救護人員到場 只見酒客手污著傷口 還有人被砍到全身都是血 一共九人受傷 其中一名男子身中九刀 全是因為不滿帳單 遭到灌水 跟酒店爆發衝突 鬧出見血事件 景州街46號這棟大樓 其實裡頭非常多的酒店 其中一間鎧灌酒店 一連換了三次的名字 包括了鎧灌八方甚至到立都 因為是五牌酒店的關係 經常打架鬧事 如果出了事情 就改個名字重新出發 實際來到景州街酒店大樓 裡頭多達六間酒店 更是中山分局轄區 所謂的治安熱點 經常打架鬧事 而這家鎧灌酒店 前後改了三次名字 只要被查獲不法或是違規 靠著改名換負責人 規避查器 可疑的是當晚 柯文哲帶隊突襲檢查 店家卻沒開門 那天柯文哲好像有 就是雞茶這樣 這種方面講的 鎧灌酒店下午兩點就開門營業 但雞茶當天卻關門休息 被質疑難不成是有人提前通風報信嗎 我主政單位來提供指定 違規營業的場所由我們分級來配合來執行 店家在臨解的時候關門 依規定通報 絕對沒有同人去通風報信的行為 如果有我們也會原查不在 博士分局有人內神通外軌 並澄清預訂雞茶的店家名單非警局提供 台北市中山區酒店林立 這回市長柯文哲突襲雞茶五排酒店 鋪了空再動肝火 除了怪商業處處理不了 地方管區免不了遭到質疑 三宣鎮農馬就管台北報導